明老师我刚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这两天央视最新的画面纪录片 那主要的核心大内宣传扶贫 然后同时习近平强调斗争 老师怎么看 对你还跟得蛮快的 刚刚播你就跟上来了 其实最近大家看到大陆现在比较大事情 宣传不错 他们政治上比较大事情 就要开两会 就过两天要开两会 然后两会就人大跟政协 那人大简单说去它是全国最高的政权机关 那政权是一个统战机构 就是把各个民主党派什么都摆进去 所以每年这两会 一方面就是代表了国家的一个重要会议 那不是党啊 国家的重要会议 另外就是统战 以共产党为核心的 统战各个民主党派的一个重要会议 那么去年是因为疫情 所以延后了 那今年这个时间差不多 那今年这个会议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说 如果今年是建党百周年 然后习近平又真的准备连任的话 那这个会议就很有它的意义 那么也就是他必须拿出成绩来 要告诉大家说 在我正好碰到这建党一百年 我现在是党的领袖 是总书记 那么在我带领之下 那我们党为国家为人民干了什么事情 所以刚刚就是说了那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那如果他真的要连任的话 他得拿出成绩来 那么他能拿什么成绩出来 我们先帮大家数一下的困难 那么困难看完之后才能看成绩 第一个呢就是武汉肺炎 那么搞了一年多呢 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 第二呢因为肺炎的关系呢 所以经济呢这个萎缩得非常厉害 那同时冲击到外贸什么等等 那如果说经济萎缩 外贸萎缩的话呢 那直接影响呢 除了说市面萧条之外呢 对老百姓最直接影响呢 就是失业问题开始严重 那么这个雪昌加霜呢 就是之前的这个美中贸易战 跟越来越好的美中关系 那么即便说川普现在下台了 那刚才你在那开头讲说 拜登好像也这个川规拜随 然后也去跟进什么等等 所以看起来美中贸易战 跟美中关系呢 短期之间的不会好转 所以还会是一个问题 那第五呢就刚刚陈文雄提到 这是香港问题 等一下我们再多讲两句 然后第六呢就是外交问题 外交我们多了不说了 大概是骗的比较大的 一个是澳大利亚 然后一个是日本 然后一个是英国 英国是因为香港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最近中共呢 悄悄降低声浪的一个 中印边界冲突的问题 那还有就是像国际上批评很多的呢 新疆维吾尔问题 我现在还没有全部算完 我就把几个重要的点出来给大家听 那么也就是说 在面对这问题 也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 他必须告诉老百姓说 告诉全党同志说 那我还是有成绩的 我的成绩为什么可以超越这困难 那为什么你们还得让我再干第三任 或第四任 我常讲我说共产党的 有一个很厉害就是宣传 他的宣传呢 我过去在节目上也说过 说他常常把人民家里的上市 当他党的喜事来办 那这很多呢就是这样子 我们说第一个 刚刚讲到说武汉肺炎 他会告诉你说武汉肺炎是个天灾 甚至会豁明豁万告诉你说 是美国弄假 别国弄假的 总而言之不是我 但是呢 面对这种百年罕见的这种大瘟疫 我强力控制成功了 我染病的人不多 你看美国一搞搞了千万 然后死了这个几十万 那么我们这边才多少多少万人 你不管数据是真是假 但他告诉你 他就只有这数据 第一个 我对这个罕见的瘟疫 我能够强力控制 第二我开发疫苗出来了 不管这疫苗你们相不相信 第一我开发出来 第二呢 我还可以输出 那么只要这个疫苗 在国际上没有出大问题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将来他会强力宣传 他的疫苗对人类的贡献 所以第一个 把伤势呢 变成洗字办 第二经济情况 他一定会告诉你 我经济情况慢慢好转 可是我们上次还讲说 他经济成长2.3嘛 对不对 我们已经说了 用各种数据都呢 都不出这数字来 但他告诉你2.3 大家在没有别的数据情况下 你相不相信 但他告诉你 你看我战胜了疫情 然后战胜了水灾 然后我还有这么高的成长 所以我很厉害 第二个经济好转 第三呢 就刚刚讲说 这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 我们现在看了 看了就是 香港呢 已经彻头彻尾 变成了一国一制 然后香港人的 这种权益各方面呢 受到严重的损害 然后受到严密的监控 然后香港人自由空间呢 被缩了跟大陆人一样了 但是中共会告诉你说 我在香港取得重大成就 为什么呢 我内部挫败了颠覆分子 外部呢 我挫败了煽动者 我现在牢牢地把香港抓在手上 二次回归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 香港会出问题 会出乱子了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把伤势 把香港人的伤势 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喜事 还要跟大家一起 要大家跟他一起高兴 这印证了 刚刚我们前面看到 说敢于斗争 这就是敢于斗争的案例 所以他们从不认错 所有事情都是别认错 然后人家搞鬼 但是呢 因为我敢于斗争 大家团结在我周围 我跟我们一起斗争 那我们就赢了 这第三个 所以香港问题呢 他会这样宣传 如果他再加一句话的话呢 他会讲说 香港现在是二次回归 或是真正回归 这是对香港问题 他会这样说的 那么对美关系 我刚刚说了 可能短期之内不有好转 那大概两天之内 也很难出现重大变化 所以这件事情 恐怕很难拿来宣传 那我们看来看去 他能宣传什么东西 作为重大政绩 不管是庆祝建党一百年好 或说为习近平第三次 第三任或第四任 连任铺路也好 他必须拿出一个东西来 拿什么东西呢 脱贫 那么脱贫呢 大概这样说吧 刚好在我们前阵 不是台湾放假吗 刚好在放假前呢 他们开了个会 叫什么呢 2月25号那天 他开了个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 这个台湾没有特别太注意 但对中共来说呢 这是很大的事情 简单说 就是习近平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个几十年下来 尤其是我执政这八年下来 第一我2012年 我上台之后没有多久 一个月呢 我就到地方去看了 就刚刚你在影片上看到那一段 然后第二年 2013年 我视察完之后 我一提出的观念叫做精准扶贫 就是说不要说就像这个撒胡椒面一样 我们要很精准的把这个钱 把人 把利器 把政策都摆到该去的地方 然后把它弄起来叫精准扶贫 然后还有些细节我们听过来的说 总而言之就是脱贫这件事情 我仔细看一看呢 大概会是我们今年到明年呢 会经常听到中共的重大宣传的主题 这会是一个重要主旋律 我刚刚算了算 大概我们中间的小波不算了 大概我们看到四大波宣传 对 第一波呢 今年7月1号会再宣传一次 第二呢 今年10月1号 中共的国庆时候会再宣传一次 第三明年如果再开两会的话 再宣传一次 第四明年开20大会 再宣传一次 所以大概关于脱贫 还会有四大波的宣传 小波我就不算了 好 那么刚才各位在影片上看了一小部分 各位在那个背景呢 听到习近平声音 他说我们现在这个脱贫攻坚呢 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怎么成就呢 我们在全国之内呢 让9,899万农村的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请各位注意这词 差不多9,900万将近1亿人 将近1亿人 少1亿人 然后全部脱贫 然后这些分布在哪里呢 832个贫困县 12万8千个贫困村 所以区域性的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作 什么工作呢 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 什么叫绝对贫困 我们等会再讲 然后呢 配套措施就是 国务院呢有一个将近40年一个单位 叫做扶贫办 就是辅助贫困什么办公室 扶贫办 现在改了牌子了 叫做国家乡村振兴局 宣传是很棒的啊 比如我刚刚讲 我说中国最会宣传 1950年我们叫韩战 中国叫什么呢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 OK 这叫宣传 现在我们说国家乡村顺兴局 跟服务评判 这叫宣传 好 那么这个宣传 怎么宣传法呢 如果从改革1978年79年 算到现在的话 中国有多少人脱贫呢 7亿7千万人脱贫 OK好 这是很大的成就 中国也不过10亿人 14亿人 所以现在我们非常伟大 然后我们不但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还提前完成 联合国定了目标叫做 203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我们在2020年 2021年就完成了 而且是我习近平领导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脱贫为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 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表示说中共如期完成了 第一个百年奋斗的目标 对不对 这样对百年来 祖宗列祖列书 是可以交代的 对的 这样就可以连任了吗 这样当然可以连任了 这么大件事情 噗这么多的梗 噗这么多的梗 所以我才说 各位从现在开始 还会听到四大波的宣传 然后给了具体数字 譬如说2015年的时候 每人的平均收入是2982块钱 现在是到达10740块了 不管数字是真是假 但它告诉你这个数字了 不过最近我们看到 内部的一些通告 原来这些老百姓 它每个月会拿到一些 从官员们拿到医药补助费 现在不是拿不到医药补助费了 它要收到账单 你要去交钱 OK 原来可以得到200多块补助 现在要去交700多块 为什么 你脱贫了 你脱贫了 所以你不再是贫户了 所以你现在有钱了 那你要来交钱了 但是在宣传上得到什么结果呢 他告诉我说中国共产党向来是靠着广大人民的支持 然后站起来着 靠着广大人民才能跟这个地义反修什么的去斗争 现在因为我脱贫了 帮政策脱贫了 所以底层人民会坚决支持我 我有很大的政权合法性 这是中共一再烦恼的问题 我统治到底有没有合法性 现在有合法性了 所以原来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就写了叫四个自信 刚才你那节目里面了 那背景里面也讲出来了 我们对现在走的道路有自信 我们对这理论 共产党理论是有自信 对共产党这个一党专政制度有自信 然后对中华文化有自信 那么道路理论制度是共产党干的 这个中华文化可不是他干的 他是嘴巴上说说 但是这样把政策拉上之后 拉大旗做虎皮 这样我就会吓人了 那这样还没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大波的宣传之外 他还会加一个新的宣传 一定会加进大外宣 那这个明老师 刚刚讲到说 这个斗争当中有四个自信 特别是长期对外的斗争 对 所以刚刚讲说 他除了说跟大家宣传说 四个自信等等 他会把这件事情 一定转换成全球规模的大外宣 他会告诉你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模式是成功的 不是说道路自信吗 然后理论自信吗 制度自信吗 所以我们这套一党专政的 什么这个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大会代表制度等等 这个呢是绝对是可用的 那这样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只是宣传说 我中国共产党多好多厉害 是要告诉他说 我的道路是对抗 而且打败欧美这种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 你们要想发达 要成功 要能够脱贫 要看我 我不但用了办法脱贫了 我还抗议了什么等等 所以呢 我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我才说 他不但会有多波的这个宣传 还会有大外宣 那么在这个到来的这个两会当中呢 可能还有其他重要议题 第一 他会谈谈四四五 第二呢 他会谈谈什么内外双循环 那着重讲内循环 因为他晓得说 国际的外貌 可能不太可靠了 第三件事情呢 他会改头换面的 去讲中国制造2025 这东西他绝对不能丢掉 他这个化整 我一定会去讲 但是核心的东西都在那里 然后在这当中呢 恐怕核心中的核心呢 是半导体晶片 那是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 世界各国都来求台湾的话 他也不能不求 他会想办法呢 用这个警告美国 甚至去恐吓美国的方式 让台湾跟他配合 好 那现在回到 讲到脱贫的事情 如果说脱贫事件 这么重要的问题呢 我们倒需要好好谈一谈 大家看到中共这宣传呢 马上看到就是说 马上想到就是 李克强讲的数字 跟他好像不太一样 但严格说也不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李克强讲的是 中国有六亿人 收入低于一千块钱 这一千块钱 还在他的定义范围之内 这第一个 但是呢 李克强可能不敢直接打脸 但是外媒 尤其是BBC呢 就直接打脸了 BBC说 如果我拿世界银行上面的 大陆的官网的数据来看 就去年2020数据看的话 他说呢 大陆呢 大概如果说 用官方的标准来说 大概有多少人呢 大陆有3.73万亿 就是3亿7千300万的人 每一天的生活费 不到新台币155块 不到新台币155块呢 大概就是6块多美金 大概大概就是差不多 三十几块钱人民币吧 他不是这个数字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赵总算 这个如果是 刚刚不是讲说 9800多将近1亿人吗 刚刚讲说3.73亿 把这1亿扣掉 还有2.73亿 那么这2.73亿呢 他虽然不是绝对贫困 但依然相当贫困 好 什么叫绝对贫困 联合国类标准呢 是每人每天收入 1块钱美金 叫做绝对 以下 叫绝对贫困 中国大陆说 每个国家标准不一样 按照PPP 按照生存条件 什么等等 所以绝对贫困 通常的意思就是说 在现行的社会生活的标准下面 用我的所有劳动力 生产工具 资本 等等等等 我所创造出来的财富 达不到这个数字的 这要叫做绝对贫困 刚刚讲说 大陆标准叫0.7美元 以现在台湾来算的话 这就十几块台币 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呢 那即便他说的数字 都是真的话 那只是一部分人 脱离了绝对贫困 但仍然相当贫困 但请各位注意啊 155块台币一天 155块台币 大概就是7-11的两个便当 差不多这个收入 那么所以现在就是实质上 不管怎么样 但中共比较厉害 我会再强调 我说文宣厉害 所以所有东西呢 就是文宣出关吧 后关出文宣吧 中共怎么说 你怎么听 所以它现在只能告诉你说 我文宣告诉你说 我这么厉害 但相对一下 大家看看 台湾当年发展的条件 跟大陆差不多 台湾用了我们所谓的 台湾的这个模式 我们今天走到这种地步 如果说70年前 中国共产党就用台湾模式 各位看看 今天会到达什么地步 所以刚刚讲了很多困难呢 实质存在的 中共没有去谈 但它无可回避 所以它现在拿出来 成绩大概就这几样东西 但如果说党内不买账的话 那我一直提醒大家 我说它最后没有办法 它可能要想办法动动台湾 那么现在我得再多说一句话 如果香港问题 这是美国反应不够激烈 中共认为说 香港到这地步 你都不反应强烈化 那我就可以动台湾了 这样我们就要担心 第四次台湾危机 可能会提前来听 谢谢大家